这一次的当中必爱补选 妇女组,尤其是我们马化妇女组 展现了她们的毅力,全面的参与 也让我们的成员党,尤其是武统 看到马化妇女组也有这样的能力 来把选民找出来 把票,投票的那一天把票吹出来 那这些我们都希望说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能够和其他成员党 一起共享我们的这种方式 也要学习其他政党 尤其是武统的作战方式 我想只有这种紧密的配合 才能够让我们更有能力 在下一届打胜一战 那我们在上一届的大选 这个方面的工作还有待改善 但是当中必爱我们就学习到了 武统是怎么做的 那么他们的整个系统 电脑的系统是怎么来追查选民的 这些我们都学得很好 那么过去呢 在当中必爱我们 在巡视每一个投票站的时候 就不单单是以武统巡视武统 我们巡视马化 而是两个政党的领袖 共同的去巡视投票站 就是我们做准备的那个PDM 而这样的一种 就是evaluation 也让我们学习到怎么去看 一个地方的准备工作做得好还是不好 达标还是不达标 那这些都是有数据的 所以因此未来的作战 我们不能够光用宣传 光用口号而已 不能够只是轰炸 就像越战美军 只是轰炸越南是打不赢的 地面战争才是决定性的这个战略 所以马化要强化地面性的战略 我们不能够和这个人民脱节 不能够和基层脱节 三个三大党的这个妇女主席 都呢就是都把他们放在台上 就是目的就是要彰显 我们国政Morfarga National的精神 也意味着在未来的 在未来的这个日子 尤其在备战 我们的第十五届的大选 我们将会一改 就是以前的 以前的作风 加强盟党之间的合作 尤其是 就如我们刚才的盛文所说 我们呢是互相学习 结合大家的优势和力量 以便能够在来届大选 打出一个漂亮的翻身战